全国多地举行各类活动 纪念918事变81周年 两名日本右翼分子 今天上午登上钓鱼岛 外交部发言人何雷表示 这是严重挑衅 台湾政治团体举行联合会 号召勿望918保卫钓鱼岛 大陆渔民千传齐发 前往钓鱼岛海域捕鱼 台湾宜兰渔民也计划22号出海 直指钓鱼岛 届时是否会出现两岸 共同保钓的场景 民进党在保钓与保贬议题上 冷热两极的态度 台湾民众又是怎么来看的 本栏目专访台湾时事评论员雷献 为您带来独家解读 台海资讯前沿 两岸独家试点 各位晚上好 欢迎关注由盼盼食品 独家居民播出的海峡新干线 我是韩哲 今天是9月18号 81年前的918事变 揭开了日本对中国 进而对亚洲及太平洋地区 全面武装侵略的序幕 同时也吹响了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号角 而81年后 日本政府对中国领土钓鱼岛 进行所谓购岛的闹剧 更是激起了广大 中国人民的强烈愤慨 那么今天全国多个城市 都举办了各类纪念918的活动 宣告中国人民振兴中华 抵御外辱的决心 另据报道 两名日本人今天上午 非法登上了中国钓鱼岛 对此中方向日方提出了严正交涉 要求日方对纵容右翼分子的行为 做出解释 那么另据台湾媒体报道 台湾宜兰县渔民将于22号出海保钓 加上已经出发的千艘大陆渔船 届时在钓鱼岛海域 或将出现两岸 共同保调的场景 中方已经向日方提出了严正交涉 并且要求日方向中国方面说明原因 我们要求日方阻止任何 使事态扩大化和复杂化的行动 同时中方保留 进一步做出反应的权利 而在台湾方面 台防务主管部门今天表示 台军对于钓鱼岛周边情势都能严密 有效掌握 对情势整体发展也有一套周延的应变作为 另据台湾媒体报道 一兰县渔民将于22号出海保钓 届时台海巡部门不仅将出动 包括核心舰 连江舰 花莲舰等船舰护航 还将加派快艇搭载特勤队人员随行 由于大陆休渔期已经结束 千艘大陆渔船也会聚集当地海域 这时或将上演两岸共同保钓场景 今天上午台湾政治团体联合会议 召开勿望918保卫钓鱼岛临时会 呼吁两岸合作保钓 马上带您进入现在台湾 我们一起来关注东南卫视周台记者发回的报道 会议一开始 台湾新同盟会会长许立农将军 就明确表达了与会代表 勿望918保卫钓鱼岛的心声 钓鱼台是我们大家都知道的 是我们中国固有的领头 也会说是世界华人所共有的领头 是连岸同胞所共有的领头 是连岸的领头 必须要采取一致的态度来捍卫钓鱼台 此次党内政治团体联合会 共有台湾新同盟会 新党中国统一联盟 中华统一促进党等十几个党内政治团体的代表 对于日本非法将钓鱼岛进行所谓国有化 表达强烈抗议 新党主席郁慕明指出 日本刻意混血摸鱼 把所谓行政管理权进行主权化 是巨大的错误 在1971年是把钓鱼台的行政管辖权 暂时交给日本来管理 所以并不是说主权是他 就没有资格来国有化 在保钓议题上 与会代表也呼吁两岸应联合保钓 在护航护鱼等实际行动上 分禁合机相互支援 会上代表们讨论通过了联合会议共同声明 强调坚决保卫钓鱼岛 绝不让九一八例许重演 那么在领土的主权主张上头 事实上两岸其实立场已经是一致的了 只是手段方法大家有一些不同而已 中国人的领土 世世代代是要属于中国人的 据了解本月23号 岛内各界保钓团体将会在台北 举行保钓大游行 表达坚决保卫钓鱼岛的决心 我是艾科竹 现在台湾 今天上午台湾音乐人张慕婷 在北京发表了工艺数字专辑 7月7日 希望用音乐 号召民众纪念抗战 勿望和平 简单旋律配上深情歌词 抗战首部曲1937 从战火时期的爱情故事切入 以求得到大众共鸣 台大音乐研究所毕业的张慕婷 从2001年开始创作一系列纪念抗战单曲 如1937南京大屠杀纪念单曲 最后关头 全球慰安妇主题曲《伤》等 在网络造成轰动 也得到马英九等岛内政要的肯定 而透过音乐宣扬和平的理念 也是张慕婷的希望 音乐发任抗战电机 因为抗战是两岸最大的工业数 那再就是球动成一 两岸和平 据了解 工艺数字专辑7月7号 将在岛内发行实体版本 而在大陆则与运营商合作 通过采灵方式发行 盈于所得将用来帮助 两岸未安抚安详晚年 9月17号 中国广播电视协会演员委员会发表声明 谴责日本进行所谓的购岛闹剧 声明强调 中国演员在涉及国家主权 领土完整的问题上 会义无反顾 择无旁贷 中国演员坚决拥护和支持 中国政府为捍卫国家尊严和领土完整 所采取的一切必要的措施和正义之举 而在委员会列出的名单当中 还有周杰伦 林志玲 周渔明等台湾地区的明星 好 各位我们再带您来关注下一条新闻 陈时辩日前因为排尿困难 以及疑似轻微中风 被送往陶原医院治疗 对此民进党台立法机构党团 17号动员党籍明代前往探视 40位民进党籍明代 也是联署呼吁马宁九 让陈水扁保外就医 那么对此有台湾媒体评论 相对于在钓鱼岛议题上的表现 民进党真可谓 保贬积极 保调缺席 据台湾媒体报道 陈水扁今天中午进行 颈部超声波语眼科检查 陶原医院表示 医院内目前没有功能性核磁共诊 及正子摄影设备 才建议转往医学中心检查 在命药科方面 我们医院是有能力可以继续治疗 也可以帮它处理好 那可是在神经科 还有精神科方面 应该到医学中心 做进一步的检查跟治疗 民进党台理法机构党团 17号动员党内明代 前往探视陈水扁 40位明代还联署呼吁 马英九让陈水扁保外就医 把一个关到身体的状况如此 我相信这个不是社会热见 那这样的状况 也会让社会这个冲突不断的发生 有台湾媒体评论认为 民进党在保调议题上 丧失立场太多冷漠 却在保贬问题上 找到了激情释放点 民进党从反马到昧日 再到反中 舞台越来越小 观众越来越少 民进党焦虑之余 猛然发现了保贬这个好料 陈水扁的病也发作得及时 赶上了民进党的空窗旗 民进党内各位重要人物 闲得无聊 正好把保贬作为一场政治大秀来操演 民进党保调缺席 保贬激情 让台湾民众既遗憾又愤慨 对于目前的钓鱼岛情势 以及民进党在保调与保贬议题上 冷热两极的态度 接下来呢 我们要带来连线台北演播室 一起来听听台湾的嘉宾 他们都有怎样的分析 首先来请出我们的 驻台新闻观察员艾科竹 艾科竹你好 把时间交给你 韩九好 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艾科竹 那今天台北演播室 我们请到的嘉宾是雷倩博士 雷博士您好 您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今天是918事件81周年纪念日 那全国各地也都纷纷举办了 各式各样的纪念活动 提醒世人勿忘国持 另外由于日本单方面 做出所谓购导闹剧 也使得中国各地近来都出现了 涉日游行活动 举国上下对于日方的错误行径 无不一份填膺 坚决支持中国政府提出的正义要求 和采取的有利措施 那雷博士您觉得 这是不是也反映出一个讯息 就是日本政府必须也要清醒的认识到 中国现在已经不再是那个鸡贫鸡弱的国家 中华民族也绝不允许自己的国土和权益 被肆意侵占的历史再次重演呢 我觉得这一次海峡两岸的 无论是政治领导人或者是民众呢 都传达出这个非常慎重 而且非常严正的信息给日本 事实上从2002年左右 日本已经在准备了10年中 要变成一个大群岛国家的 这个国家大战略 那在这个大战略底下2009年开始呢 各个岛屿争端日益的演进以后 这一次的购岛行动 它把本来是属于国际法 以及海洋法范畴的行为 加上了一层在日本国内 民法上面的购买行动 所以就会增加我们未来 对于这个岛屿主权 以及它的使用管辖权中间 主权主张的一些障碍 那么它是一个大战略的延伸 而不是一个片面的 有勇无谋的行动 因此我们两岸所表达出来的 严正的这个抗议呢 它必须要有持续性 而且必须要同样高的大战略的高度 才有可能阻止日本继续进行 它的一系列的行动 那据台湾媒体报道呢 宜兰县的渔民也将会在 22号出海保调 台海军部门不仅会出动 船只护航 还将加派快艇搭载特勤人员随行 以确保民众登岛 不受日防干扰 另外由于大陆休渔期已经结束了 千艘大陆云船也将会要聚集到当地的海域 那雷波士您觉得 这时两岸联合保调的场景会不会出现呢 首先我们先解读一下台湾的行动 过去数年以来 无论是台日中间的16次渔业谈判之间 或者是之后呢 台当局从来没有这么大动作的具体 而且强烈宣示的呼吁行动 也就是说过去一直在谈判桌上 试图跟日本达成某一种的渔业协定 可是日本一向都是寸海不让的 那这一次因为有两岸 共同去保护钓鱼台的这样的声浪 以及有大陆非常强烈的反应 台当局这一次也用了前所未见的 比较大的决心去护渔 马英九先生曾经说过 在渔期呢 不但是要偶尔去 是要天天去 经常去 只要有人要去的时候就去 这次甚至扬言说 也要护送渔民能够登岛 那么这就是不但是进入了 它的十二海里 它甚至进入到了直接的领土 所以说这件事情 它具有高度的象征意义 那么在两岸中间 如果在钓鱼台海域附近 产生更多的经济活动 无论是渔船或是休闲的这个船只 可以使得日本方面 对于它的片面的主权宣示 能够受到一定的克制 那中间的关键 当然就是两岸政府的决心 以及船只的数量 所以这次我觉得大陆有所谓的千骚渔船 这件事情是整个态势的一个扭转的契机 当日本发现你有大量的 其他国家的船只在这个海域活动的时候 它势必不可能继续用它的海岸巡防 或者是军事的船只来阻止大家进入这个海域 那就在现在这个保调情势升温的情况下 民进党却是在忙着保贬 那有媒体也发表评论指出 对于保调丧失立场 太多冷漠的民进党在保贬问题上 找到了激情释放点 那雷博士您对此怎么看 对因为民进党在这个事情上是特别尴尬的 台湾保调的倒退 是肇始于陈水扁执政的那八年之间 主要是因为台湾内部的亲日派 以及所谓的台独亲日派 他们的主张中是希望有美日安保 以及日本的支持 能够保持台湾比较高度的独立性 所以民进党一直在这个部分 是采取跟美日 尤其是跟日本唱和的态度 这一次有这么强烈的保调声浪 而且马英九政府也做了这么具体 而且强烈的宣誓 使得民进党似乎就丧失了 他们的主动性 也丧失了他们在这件事情上的发言权 所以他们找到了陈水扁 以及陈水扁的身体的状况 成为他的盛心的一个政治对抗的着力点 但是我相信大部分的老百姓 台湾的老百姓 以及两岸的人民都可以看得很清楚 他们只是要找一个下台阶 找一个新的政治着力点而已 好 谢谢雷博士的点评 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还给福州 韩哲 好的 谢谢台北摩世代的观察和点评 各位接下来我们带您进入 迷一奶粉下节提示 民进党和台联党今天提出所谓倒阁案 马英九表示会在适当的时机 做行政系统人员调整 高雄校车司机突发心脏病 仍紧握方向盘 就下车上38位学生 小新内容我们休息一下 稍后带您一起来关注 好 各位欢迎回来 我们带您继续关注东南卫视 海峡新感线 担心再度引发物价飙涨 台行政机构17号决定延期 调涨岛内电价以顺应民意 不过今天民进党跟台联党 依旧是联手在台立法机构 提出了所谓的倒阁案 电价第二波的调整 调整的部分应该把它款下来 赶在台立法机构新会期开议前一天 台行政机构拍板定案 将电价调整的时间 延到明年10月1号 以顺应民意 但民进党还是联合台联党 提出所谓倒阁案 虽然所谓倒阁案 想要通过难度很大 不过国民党及民代 丁守中等人 昨天也当着马英九的面 要求台行政系统局部改组 对此马英九回应 一定会在最适当的时候 做必要的调整 据报道 本周六台立法机构 将处理绿营 对陈冲行政团队的不信任案 国民党台立法机构 党团副书记长吴玉生表示 届时将要求所有党籍民代 移至对外投反对票 如果有人跑票 一定党籍处分 薄炳是流传于闽南地区的 中秋传统活动 近年来在台湾也逐渐兴起 为了赢中秋17号晚间 台湾桃园县的桃园市 举办了一场别开生命的 中秋薄炳状元王 选拔赛 1400多位台湾民众 齐聚一堂 致晒一次拼状元 场面相当的热闹 我们一起来关注 本栏目 周台记者发回的报道 敲响锣鼓 抬出大公万 桃园市长苏家明等人 依鼓礼换上状元服 在三位格格和六位 穿着清兵服人员的陪同下 把比赛还晚推进会场 宣告2012桃园市 中秋薄炳状元王 选拔活动正式开始 连县长吴志阳 都来一事首期 博饼源自三百多年前 郑成功驻守 台湾金门厦门时 未解官兵 每逢佳节 贝斯钦的乡愁 享出智骰子 博月饼活动 由此流传至今 长期以来 台湾民众过中秋的习俗 是烤肉 吃柚子和月饼 特别是烤肉 非常流行 而结合了博弈趣味 与传统科学文化的博饼 既环保 又让每位参与者 都满载而归 相当受欢迎 很好玩 热闹 然后很特别 我三个四 对 很开心 非常开心 据介绍 台湾桃园等地 从去年起就举办了 百桌 薄饼王状元大赛 经过几年的实战 越来越多的台湾民众 已经有了初步的概念 而薄饼也成为了两岸民众沟通交流的右翼桥梁 金门 厦门 台湾 所有的状元 都会在厦门 再施杀一次 所以说 对于两岸的交流 应该会有 很正面的意义 经过一番 丙拼施杀 最终12位状元王脱颖而出 那么他们将在下个月前往厦门 再角逐状元王中王的称号 中秋薄饼不只让参与者满载而归 更让郑成功流传下来的中秋薄饼文化 在台湾发扬光大 段达卫视记者 桃园报道 好 各位 接下来我们带您进入 明依奶粉下节提示 高雄校车司机突发心脏病 仍紧握方向盘 就在了车上38位学生 详细内容休息一下 稍后和您一起来关注 好的 各位 欢迎回来 我们带您继续来关注东南卫视 海峡亲感线 17号上午 台湾高雄发生了一起校车失控 冲撞路边车辆的意外 消防队赶到现场时发现 司机已经昏迷 倒卧在驾驶座旁 索性车上的38名学生安然无恙 原来司机开车时突发心脏病 但是他仍紧握 方向盘不放 终于拼进了最后一口气 安全将车停下来 行驶在路上的校车突然失去控制 开始擦撞路边车辆 这时驾驶座看不到有人 因为司机已经昏迷倒在一旁 更恐怖的是 车上还有38名学生 情况一度危急 沿路一直冲撞这样 所以大家都非常好 女同学都会尖叫 60岁的李姓司机现场急救后转送医院 人回天罚数 不过消防队到场时看到车子排档杆打在空档 司机似乎还想用最后力气来稳住车辆 他有放掉油门 然后一路滑行这样 他有往旁边 因为冲出去大家的话就完蛋了 没什么 只是 对啊 就是也感到很异味 司机的太太跟一对儿女到警局制作笔录时 不时掩面啜泣 不敢相信一早出门上班的先生 已经永远离开他们 不过刚刚车祸现场 撞回五辆汽车的校车 由于司机的坚持 在最后一刻平稳停住 让38名学生顺利逃生 鞠躬尽瘁的精神 也让校方跟学生都感到感恩与不舍 好的各位 接下来是广告时间 我们休息一下 稍后回来 好的各位 今天的海峡新干线就是这样了 感谢你晚间的收看 如果您想要和我们东南卫视 所有的主持人有更多的交流 就可以登陆到我们的新浪微博 我是谭哲 明天晚间 再会